千万别贪便宜买个烂房 老汤敲着钉子修楼梯 结果天花板掉下一块又一块 老婆都给砸懵了 见钉子敲不进去 老汤又踩在上面跳 随之楼梯直接给跳出个窟窿 老婆想着洗洗头 结果这水龙头喷的 简直就跟你拉西一样 粘稠稠的太恶心了 行吧 房子没水 我挂个衣服总行吧 接着老婆见有个升降橱柜 她好奇地把绳子拉上来 随之里头居然有个干脆面 老汤一听到老婆惨叫 赶紧爬楼梯上去看人 结果这楼梯像积木一样 一瞬间就全部散架 好在老汤伸手敏捷 及时抓住了边缘 随后老婆摆脱了 干脆面跑过来 却一脚踩在了老汤手指上 老婆能松下脚吗 这男人还挺浪漫 摔得这么惨都不忘飞个吻 而装修了一天下来 老婆想着躺床上休息休息 结果整个人直接凹了进去 没办法 两人只能打地铺 但人倒霉时真的干啥都倒霉 这不乌外下暴雨 天花板直接漏水 泡了一晚上早 老婆想着烤个鸡犒下自己 但老汤怕得不行 这要是没看好 烤箱啥的都炸了可咋办 于是他又自个儿待在厨房盯烧 谁知一开灯 这电线瞬间噼里啪啦地烧了起来 以为火灭了就没事 结果瓦砖又挨个爆开 一旁的搅拌机也接着着火 就连爆米花都给炸了出来 见电线还在烧 老汤赶紧就下热水壶 然而下一秒 这就算了 但墙上的抽风机都被炸没 烤箱也接连崩开 里头的那本来还是生的烤鸡 硬是来了断火箭冲天 从房子这头飞到了老婆那头 只见老汤一脸乌漆骂黑走来 老婆烤鸡烤好了 笑死 真好奇这破房到底还有啥毛病 我从没见过这么烂的房子 按个门铃都能把你手指烤熟 他又轻轻敲门 结果这门直接塌下 接着门是修好了 但人一进去 小两口想着倒水洗个澡 结果地板直接裂开 听听老汤这个叫声 八成都市疯掉了 没办法 小两口只好叫木工来修 但木工一看这破房 上世纪的豆腐渣工程 鬼都不修哦 开着辆跑车就直接骗人 就连水管工来了 对方前脚刚踏进去 后脚就直接出来 哥们 你这方案真修不了 老汤都急死了 他赶紧掏出五千美包 这才让对方答应帮忙装修 等到第二天 装修大部队集体冲锋 卡丁车 摩托车 拖拉机应有尽有 好家伙 你这哪里是搞装修的 你说是玩跑跑卡丁车的 我都信 等两口子出门上班 装修队干劲十足就开整 有拿斧头砸窗户的 也有钻机扯外墙的 等老汤下班回家 人都傻眼了 老子的家怎么他压得更破 但包工头可不管这些 上来就是要违困 没办法 老汤屁颠屁颠回到家 谁知他掏出钱包 想数数还剩多少钱 整个人却忽然陷进了地板里 叫天天不应叫弟弟不灵 他苦苦熬到了晚上 老婆终于回家了 都不知道这十几个小时 他是怎么上厕所的 老汤拼了命的呼喊 但对方硬是没看到 天花板破的洞 好不容易找到人了 结果 都说了房子便宜没好过 这小两口花了二十万 买东大别墅 没水没电就算了 每天打个水都要跑到千里院 就是看着不太干净的样子 不仅如此 就连窗户都是破的 他们只能照着个塑料膜来挡风 见风吹得冷了 老汤想给壁炉加点柴火 结果 好不容易盼来了施工队 这下可终于能给别墅大装修 老汤也干尽十足加入队伍 可他刚走到木板上 就被工人叫主 根本不知身后的木板被人拿走了 而此时老婆为了煮咖啡 硬是拔下了切木机的插座 等到老汤回头继续干 却一脚踩了个空 把那切木机弹到了头上 只见老婆插回电线 切木机把木板切成了两半 上面的拖车猛地砸下 直接把老汤弹出窗外 摔进了水泥池 做了个全身美白 这黑人小哥都投来了羡慕的目光 自己啥时候也能这么白 谁知老汤一屁股做到烟囱 嗖的就砸到旁边的木架 这下连带关系 整个施工架轰然倒塌 老汤还坐到了拖车上 直接从山坡滑了下去 最后他摔进了水池 旁边这小人雕像还来了手捕刀 真的是有够倒霉的 虽然小两口这日子过得一波三折 但别墅终于是装修好了 两人满心激动 抱在一起就是断狗啃式热闻 没过多久 他们举办了盛大的婚礼 虽然没啥亲朋好友 但还是请了这群搞怪的装修队过来 看完整部影片 真的是希望各位 以后买房一定要谨慎呀 两人这花20万买栋房子 怕是装修都花了100万了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金钱陷阱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